公鱼立骑士 必先立骑气 在迷迭岛拿到蓝火加特林后 一生只想说一句话 我无敌 你随意 我是无敌的 哪怕是最终BUFF数妖王 一生也说秒就秒 绝不含糊 You have been slain 在有蓝量的情况下 一生能轻松制造无怪区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耗蓝 无限蓝量都扛不住蓝火加特林的消耗 攻速260 恐怖如斯 在这里有一个小剑影 散弹枪子弹数增加 这个天赋不是越多越好 特别是狂战士二技能 有两个差不多就行 如果使用太多 游戏会卡成PPT 虽然能很大程度增加战斗力 但是该舍弃就舍弃 如果手机非常非常好 就当一生没有这个剑影 在角落输出位置最佳 不仅攻击范围广 而且受到攻击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 迷迭岛后续会增加难度4和难度5 新增大BOSS 米屋和夜游神 所以在挑战时 好的武器就至关重要了 一生强烈推荐蓝火加特林 适配广 需求低 只要射 胜利就属于我们 嗯 爆头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就要射到凡事不要慌 直接把手刀出来拍个朋友片 可以看到 这个地图是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物 那就来看看蓝火加特林的风采吧 提前声明 为了防止游戏过于卡顿 一生比较从心 没怎么购买散弹增加天赋 所以弹道没有特别经验 再一次通关迷迭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